哈喽朋友们今天是周日啦 我现在正在去酒店找我姐姐和姐夫的路上 我知道我现在没有画眉毛 我看起来很奇怪 但是 我现在脸上就是我画了底妆 我画了粉底 我上了一层粉底呢 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画眉毛 准备去他酒店 一边吃早饭一边画吧 然后我刚刚在家门口的超市 买了一个小咖啡 结果你知道贼啃 它那咖啡盖都特小 没有能适配我这个杯子的 我没能拿成盖 我今天上面呢 穿的就是一个这个T恤 是上次Vlog里面也有Zara买的 底下还是Pool & Bear的那个红裙子 我知道上次发现这红裙子 好多人问我链接 然后我帮你们去天猫 和国内Pool & Bear的那个官网都找了 都没有 我不知道会不会 比如说大家逛逛店里有可能会有 但因为它是Pool & Bear的 然后我包包背的就是 还是昨天的一个 然后我现在去酒店找他们的路上 好在酒店离我很近 我基本上走个五分钟就能到 我们现在已经吃好了饭 梳妆完毕出门了 看我今天化的妆 我今天涂了一个大红唇 这个是Colourpop的那个Ariba 然后我脸上依然是涂了一道 鼻梁这道高光 你们能看到吗 贼傻 我现在马上能到有阳光的地方了 再给你们看 刚才好暗 这样 能看出来我脸上的光 我们现在去哪儿了 这现在要没地儿可去 就是逛逛 去大商场 去大商场逛逛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转逛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达roc Senio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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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我点的是一个叫做Coc Monsieur 然后那个是他这块的一个特产 就是生的牛肉 牛肉坛 然后这个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特色菜 是一个洋葱的汤 这个进来的光特别白显 我要现在吃一口这个生牛肉了 它虽然是生的 但它没有那个肉的腥味 你看它的牛肉可能辣味料 而且牛肉可能辣味料 还挺好吃的我觉得 我们现在来逛逛街 我觉得眼睛有点干 可能因为昨天带一些眼睛带久了 我刚刚就非常残暴的 夸夸迅速就把这一天眼睛给徒手摘出来了 现在还觉得舒服了一点 我们一会儿需要去逛逛街 然后再看一场十姐杯 哇 哇 哇 我们现在逛的差不多了 然后要去酒吧就是找姐夫会合 然后五点钟好像有一场球 然后今天特别人 虽然是周日 但是也还挺热闹的 人也不少 你们看这大商场 我们现在在看球 今天是这一场是墨西哥对德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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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快看快快结束了 哈喽朋友们 我现在已经跟我的姐姐姐夫分别啦 然后已经回家了 他们明天早 明天中午的飞机就要回去了 我现在觉得很荡 心情很荡 就是那种好不容易见到七人 然后非常愉快的过了一个周末之后 然后就跟他们say goodbye了 觉得心里突然一下特别空洛洛的 不过我们马上也要回国了 也就再有个一个月 可能再有个一个月我爸妈会来吧 所以也还好 好了那我觉得 我们这一期的vlog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朋友们 今天是星期 我们刚从中车回来买了好多好期的 这什么 啊这都坏了 不行 我要给他抢救进冰箱里 你把A等下交走 你不行 不行你自己放 哈哈 我们买了这个大馄饨 然后我现在要赶紧给他放进这个冰箱的 都市里 我们买了好多好多的东西 然后还有之前订的那个 纵结来了 今天是端午节 大家端午节安康 我们主要是买了好多 你们都吃上了 主要是买了好多 给个特写先 等一下 给个特写啊 这个是卫龙的小面筋 卫龙小面筋 然后还有啥呀 哦这个这个这个好八十的这个 可以可以可以 好吃啊 嗯 头胃我一个 真甜的 哇 怎么好吃这个 哇 太好吃了吧 嗯 还有这个 这个 很多个是我的杰作 哦 我后来买了卫龙的牛肉棒 我没吃过 不知道好不好吃啊 然后 这个我觉得应该好吃 这个豆排应该好吃 哎 哎你拿了这个 我确实挺想尝这个的 我损笋 我说你后来说什么 你就拿点零食 没想到拿了这么多零食 还有这个 反正就都是这种 豆芝品 哦 然后我们还买了那个 呃 面包 明天早上当早饭吧 这家面包超好吃 然后我们还 订了粽子 我们的粽子呢 我有包包里 这是太阳的新歌啊 哎我好晕啊 我们的粽子 我先拿到厨房吧 然后一会看一下 就是有那种 有人自己手工做那个粽子 然后我们订了一下 哦好晕啊 哦突然这样才好晕 哎 等我们一会吃上粽子 再跟大家说吧 我现在要尝一个这个笋 哪呢 鲜香窝笋 我拆了在那包里 再给你吃这个 你觉得不好吃 你觉得辣 好辣 我也太辣了吧 但好好吃 它里边就这样的 我这位朋友是一个巨派辣的人 曾经在我面前吃辣椒吃哭过 多爱死 我毫无预兆的流泪 你就好好吃 但你觉得真好辣 就是越来越上瘾那种 嗯 哇 哇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二了 然后我现在刚起床 感觉最近好像有点上火 然后我嗓子特别的疼 然后鼻腔里面也特别的疼 我打算今天上班泡 就是绿茶喝 可以去火消炎 我刚刚弄好我的早餐给你们看 一个这个红豆面包 就是昨天在那家面包店买的 这个里边应该是一个红豆馅的那种 就有点像国内面包房那种感觉 他们家面包都还挺好吃的 然后还自己做了一杯咖啡 好啦吃完饭就要去上班啦 我现在准备好了 准备出门了 我现在每天就懒到不想化妆 然后就涂完防晒稍微拍点粉 画个眉毛画个口红 今天穿的T恤呢是 我是一个80年代的lady 这也是在ZARA买的 然后底下穿了一个破洞牛仔裤 就是优衣裤的 要出门喽 再补一下吧 我外套呢穿了一个这个粉色的皮夹克 然后今天的项链戴的是一个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种双层迭代的金色的 上面是一个球球 底下是一个圆环 我觉得配这个就是这种姜黄色还挺搭的 这就是前两天 今天在HR买的费便宜 也特别累回家都比较晚就来不及做饭 就想赶紧能吃两口东西就 结束了 完了 但是因为昨天我们不是去了中超吗 去了中超就买了一些东西 所以我今天打算晚上煮馄饨吃 我晚上煮馄饨 然后可能一会儿吃完晚饭 还会再做一个炒面 明天带饭吧 然后我刚才也去买好了这个 买好了这个香菜 我觉得如果是让我吃这种就是汤类的东西 我就一定想要香菜 我特别爱吃香菜 那天我看弹幕 有一个人说 我长得好油腻 我为什么长得油腻呢 是因为我脸上爱出油吗 anyway 母郎 我最近都懒得化妆了每天 早上去吧 我觉得化妆不化妆差别还真的挺大的 anyway我们开始煮馄饨吧 我今天买了好多水果 有大樱桃 然后还有那个桃子 我已经放冰箱了 然后还有那个 我们订的那些粽子 昨天尝了一个超级好吃 今天再尝一个吧 我想想 我想吃这个腐乳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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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依然就是没有买新的面板 所以我们就先用这个盘子代替切一下吧 但其实不太好 我觉得这样的刀可能会把它那个盘子就是表面滑坏吧 对不对 但是只能先这样应急啦 没有办法 就是把这个香菜给切碎 切成相对比较碎的碎末就OK啦 哎呀他们跟这个火闹一起去了 回来回来回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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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些东西加到那个汤里面 嗯那个香味已经起来了 我刚才本来想再往里面放点紫菜就是提鲜 结果我没找着 然后我就又往里面放了一些就是菜叶子 然后又放了几段这个 嗯切的这个小红辣椒段 这样子 应该一会就煮好了 完了我们昨天去中超呢 还买了这个绿豆 我打算熬一锅绿豆汤 因为最近吧 就是感觉我们几个都挺上火的 因为巴黎这块就是天气特湿热 我们因为都是北方来的嘛 就特别不适应这种湿热的天气 所以就 yeah 我这一碗就煮好啦 超烫 吃啦 我现在那还蒸着一个粽子呢 然后等粽子都蒸好了 就可以吃 我的粽子也好啦 我现在正在包它 哇看起来好棒 闻起来就好棒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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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看起来太棒了吧 感觉它这个肉粽油水放得满足的 给你们看 这个粽子看起来还不错哟 这应该是腐乳肉粽 让我来尝一尝 哦 哇 太好吃了吧 你们看它里边 它不是那种 就是干干扁扁的那种瘦肉 它是那种带肥的肥肉 所以做出来就 特别的好吃 那个肉味也特别浓 然后油水也特别足 它这个酱香味也特别好 再加上那个腐乳的味道 很好吃哦 嗯 嗯 我们昨天吃的是肉跟蛋黄的一个粽 哎呀特别好吃 我特别爱吃蛋黄 嗯 太好吃了 但是粽子本来不能多吃 一个是不好消化 一个呢 是容易长胖 所以每天就吃一点点 嗯 太好吃了 它是 我们在家里试一下这个投影仪 好爽啊 我们可以唱KTV了 哦还真是 我们这样可以唱KTV了 对啊 你们看 我们就把它投在了这个墙上 好爽啊 而且蛮清楚的 嗯 HELLO 朋友們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三 然后我现在要去上班了 我最近真的是懒得化妆 但是我觉得化不化眼睛 感觉差距特别大 我觉得不化眼睛吧 就特别丑 然后今天穿了一个小碎花裙 是这样子的 就是肩膀会这样搭一下 但实际上我就不是特别好看 因为我肩膀这块还挺胖的 然后我早上起来刚洗的澡 我现在头发虽然是烫过的 但是因为前边这块是我自己剪的 所以它有时候会比较直 我一般还会再拿就是卷发棒吧 这个前边小刘好的这个地方 就是再卷一下这样 然后基本上就是 这个样子的 今天的这个口红呢 视频里看好像有点偏红了 其实用的跟我就是 当时拍那个粉粉嫩嫩妆 用的是同一根 这个就没有显得有那么的 艳粉 就是因为那次我涂薄了 然后相机又比较吃妆 所以涂出来之后就显得特别的艳粉 然后就特别显牙黄啊 然后也显气色不好 就不是特别好看 但实际上 这根唇膏本身还是挺好看的 好了 我要赶快去上班了 我们下班再说了 拜拜 哈喽朋友们 我现在下班了 然后呢 我现在要先买窗 赶紧卸了 因为我刚才下班之后 去逛了逛斯福兰 我买了一个那个 就是benefit 这个牌子 新出的那个粉笔 我明天早上 拿给你们看看 就是那个小笑脸的那个 它最新出的 然后我发现我们这边刚刚上了 然后正好 就是斯福兰就是金卡 然后现在还有折扣 我就买了一个准备 尝尝它那种 不是尝尝 尝试一下 它那个呢 就是一个那种 就是非常 清透感的那么一款 粉底液吧 反正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吧 就是我在那的时候 它那个贵姐超级热情 它就要给我上脸试 我一想也挺好的 正好是色号嘛 我就让它给我试了 但是吧 你也知道它那个刷子 它就算再怎么消毒 它毕竟不是我自己的刷子 我就觉得有点个硬 所以我现在 要赶紧把妆卸了 我刚才正好 我去了一趟药妆店 然后 我上一个卸妆水用完了 上一个就是我说 特别好用的那个 叫做Sansi Biaphine的这个 我已经用完了这一瓶 到时候我把我 最近又用空的这些东西 攒一攒 给你们拍个空瓶 然后 我先去买了贝德马的这个 贝德马其实我之前 就用空过一瓶 然后我不是说我觉得那个 Sansi Biaphine的那个 贝德马还好用嘛 但是我今天看贝德马新出的一个这个 就是 它不光是它的这个粉水 它还是 它写的是特别 给一份红的皮肤 就它可以去红的 我最近的皮肤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比较敏感 虽然没有冒豆 这种现象 但就比较敏感 就非常容易红 所以我就想 买一个这个去红的来试一试 会不会就是 有效 好一点这样 我最近其实都不怎么上粉底 然后我觉得刚才在 斯芬兰试的时候 我觉得Benefit这个新粉底液的那个色号还不错 没有那种就是 特别不能接受的 偏粉啊 橘啊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比较的清透嘛 夏天就不愿意往脸上 呼那么高遮瑕的粉底 我就比较喜欢这种清透 能帮我均匀肤色的产品 但是anyway我也没用呢 不知道呢 等我用用试试看 好我刚才去拿了个小皮尖 我们先把头发 扎个丸子 好 哎呦我的颈椎 我这么一往后仰头 我都能感受到它 在这么 在那块 我觉得自从开始实习了 就是每天都坐在电脑前面对着电脑 然后过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 就颈椎啊 腰背啊 特别容易出问题 因为我现在前边的这个小刘海还是比较短 所以我每次喂的能 就是一次把它们都梳上呢 我都会把我这个筋梳的就是特别靠前 这样 好奇怪啊 我现在这样看起来真的 又丑又奇怪 头顶上开了一朵花 anyway 我们来拆开这个领服 呃说错了 这个贝德玛 我们用一用 哎天啊 现在这个药妆店知识人越来越多了 我今天在里边 本来今天就热 然后我一直认识 就是可以不用让我自己在那翻包 我找货的一个特别好的法国店员 他正好今天他不上班 我不知道 其实我每次去我都找他 结果我自己在那儿吭吃吭吃吭吃半天 哎 我现在到了这个贝德玛刚才的这个 我们擦一下试试 我现在脸上都是刚才在斯芙兰 那个贵姐给我试的粉底液 哇 这个好保湿啊 我之前觉得他这个粉色的卸妆不错 就是因为他挺保湿的 他擦到脸上呢 脸就是是那种润润的 不会让你的脸觉得特别的干 然后卸的也很干净 我一般 像这种轻轻的涂一层粉底液 或者纸上遮瑕的呢 我就会只用卸妆水 我一般不会就是用卸妆膏卸 我觉得他还挺能卸的 你看一下又卸下来这么多 哦 现在基本上你们可能也能看出来一点 就是这边感觉他脸上有粉 这边就已经没粉了 然后我现在再接着是另外一边的 今天的这个眉毛也是在那个柜上 苏夫兰他专门自己有一个 benefit的那个小台子 完了会有benefit的人在那嘛 然后今天那个姑娘估计 一天了也没什么人去呢 完了呢就拉着我 给我试又给我试 完了我这个眉毛 我就是让他用他们家的那个眉胶给我画的 然后我发现他们家眉胶还不错 但是我现在手头还有没用完的眉笔 我的那个第二根nyx的那个极细眉笔又快用完了 然后那天我经过mac的时候我买了一根mac的极细眉笔 不都说mac的那个极细眉笔也特别好用嘛 就是据说是那个anastasia的这个平价替代 半平价替代 但是因为这个a牌它不是有一些 对啊就敏感问题嘛 所以我也不是特别想用 就我也不是特别想用这个牌子 然后我就说那就买mac的试试看 它真的挺能卸的 你看我框框其实就卸下来了 然后我试一下像眉胶这种